大家好我是小六 今天晚上是中秋佳节 我们这边的话有一个习俗 就是家家户户都会拿月饼 还有那个水果 出来就是对接月亮 就是一个贡月的仪式 等一下就看一下我们这个贡月的仪式 开始了 你不要把面板 先把这个摆好 然后你看到有柚子 有香梨 还有大金酒月饼 这个得这样 还有这个月饼 还有葡萄 现在呢所有的都已经准备妥当了 等一下呢上香就开始蒸茶蒸酒 就开始祭拜 就是祭拜月亮 祭拜月饼 上香啊 山就香 中秋快乐 祝大家中秋快乐 祈求大家都身体健康 八十五一 合家团圆 中秋快乐 这个呢公月仪式的话 要对着东方 然后就是对着月亮 月亮出来了 就就开始公月仪式 哎呀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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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啊 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都有这个供月仪式的供片画都是月饼啊 锅片啊 等等之类的 看 这边也开始了 你看这边也开始了 你看这边也开始了 啊 长月了 长月了 长月饼了 嗯 嗯 哎呀 嗯 太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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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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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不香 香啊 好吃吗 这个 嗯 好吃 这个是哈密瓜绒 哈密瓜 可以可以 这个供月仪式完了以后呢 就先让它在这里 让月亮先好好的品尝我们的供片啊 嗯 先让它在这里买饭一碗 等一下那个香过了以后 我们再把那个供片收回去 好了 我们这个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个关注啊 下期再见啦 拜拜